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早上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19年6月6号星期四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我是嘉远 今天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远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正六四期间 不仅被限制人身自由 还遭受人格侮辱和体罚 率先披露新疆再教育营状况的一名哈萨克妇女 在哈萨克斯坦获得瑞典政府的庇护 美国民主基金会为三个捍卫中国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机构 颁发2019年度人权奖 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三星集团 启动在中国最后一家手机工厂的裁员程序 香港政府表示将继续追捕 以获得德国政府难民庇护的两名所谓港独分子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贵州大学前教授杨绍正因为在微信群发布六四死亡学生的数字 遭到当局的传唤 被戴上手铐脚料 接受询问长达八个小时 后侥幸逃脱 下落不明 有六四亲历者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营救杨绍正 制止中共的暴行 今天本台记者林平的报道 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 美东时间6月5日早上 透过推特发布消息说 北京时间6月4日早上7点半左右 贵州大学前教授杨绍正 被贵州省政法委 网信办 以及多名国宝 强制传唤到花溪区公安局办案中心 被要求脱光衣服 穿他们提供的衣服 还被尿剪 抽鞋 采集失职指纹 杨绍正后被戴上脚料 手铐 固定在审讯椅上 接受询问长达八个多小时 曹雅学向本台记者表示 据可靠消息来源 当局指控杨绍正涉嫌寻衅滋事 曹雅学说 杨绍正坚持领口供 行使沉默权 要求审问者提供寻衅滋事的证据 询问结束后 杨绍正被押送回家 并被要求开门以便搜查 杨绍正拒绝后 办案人员以他不配合为由 带他回公安局重新询问 并扬言要虐待他 在回公安局的途中 杨绍正趁机逃脱 现在在躲藏中 不知道该怎么办 曹雅学表示 出于安全考虑 他不方便透露具体消息来源 或有关杨绍正现状的更多信息 因为他现在在追捕当中 他自己本身在贵州没有任何的帮助 我也不能跟你说那么多 我所推的就是我现在所知道的全部信息 本台记者6月5号晚间 就此致电贵阳市花溪区公安分局 得到值班人员以下回复 喂 您好 是花溪区公安分局 治安大队的电话吧 喂 等着是 你们是不是在6月4号传唤了杨绍正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听不懂 没讲什么事我不知道 杨绍正被你们传唤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什么什么的原因我也不知道 听不懂你讲什么 关注杨绍正遭遇的六四事件亲历者 旅美政论家吴作来 6月5号向本台记者表示 六四纪念日前后 中共加强了对知识分子 异议人士的打压 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吴作来呼吁国际社会 关注营救杨绍正 制止中共暴行 现年50岁的杨绍正 原是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因发文透露中共党政人员 每年耗费20万亿元人民币 2017年10月起被校方停止授课 并于2018年8月被开除 杨绍正身患多种疾病 现状不明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 华盛顿报道 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之际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为三所捍卫中国人权 和宗教自由的机构 颁发了2019年度民主奖 以表彰他们在第一线 抗争中共对基督徒 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持续打压 详情请听门台记者 驾驾的报道 周二是六四事件 三十周年纪念日 全球各国政府陆续 就这个特殊的日子发表声明 他们除了要求北京当局 公开镇压真相以外 还指出中国的人权记录 每况愈下 国际社会应该联手 持续对其施压 在这样的严峻背景下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在三十周年当天 向三所捍卫中国人权 与宗教自由的机构 颁发了民主奖 他们分别是 美国基督教人权组织 对华援助协会 美国流亡藏人组织 西藏行动中心 以及总部设在德国的 世界维吾尔大会 除了中国广大家庭教会的 基督教徒正在面临 政府打压之外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 卡尔·格什曼还特别强调 藏人和维吾尔人 是独立于中国主流文化的群体 他的话音还没落 台下就以掌声雷动 中国的人质人口当中 没有谁比今天 三所获奖机构代表的群体 受到的迫害更为深重 包括藏人和维吾尔人 注意 我不把他们称作少数民族 我直呼他们为民族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民族 目前 维吾尔人和藏人 正在面临中共当局的严酷打压 不同统计数字显示 有100万到300万的新疆穆斯林 被关进了当地的再教育营 接受政府的去极端化教育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 多里坤·艾莎 在美国国会举行的颁奖仪式上 敦促华盛顿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对参与迫害新疆穆斯林的 相关组织和个人实施制裁 我们不会松懈 直到所有被关进再教育营的人 重见天日 直到维吾尔人享有民主 人权和自由 全世界为维吾尔人发声的时间 已经到了 今年是西藏抗暴运动60周年 中国政府近年来 加强了对藏人的社会管制 一家印度媒体 今年年初引述卫星图片 揭露西藏地区 目前正在兴建 三所与新疆类似的再教育营 十年来 157名藏人在中国藏区自焚 以表达他们对当局高压政策的抗议 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 上月到访青海和西藏 对藏区官员表达 美国政府对藏区宗教自由 和文化保护的长期关注 并敦促他们对所有美国公民 开放自由旅行 西藏行动中心主任拉真哲同表示 各国政府应该共同反制 中国政府的高压政策 以支持藏人和其他 为人权自由抗争的群体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不只是为信念一个历史时刻 也不只是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 变得更糟了 我们是为了付诸行动 纠正过去的错误 也是为了重温30年前 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那段时光 并在今天做出正确的抉择 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说 国际社会近期对中国政府 全面打压国内宗教社会 已经有所耳闻 他说仅在去年一年间 十多万中国基督徒被捕 至今仍有不少人还在狱中 傅希秋提议 美国社会应该呼吁国会 调整美国国际媒体署的预算 他说目前这家机构 7.7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中 只有不到1%被用于 开发突破网络审查的工具 他希望国会应该协助 有关机构将这个比例 上调至10%以上 他说中共最惧怕的事物之一 就是信息自由 而美国需要直击 这个要害部位 我认为当我们推翻 失忆人民共和国的 网络防火墙的时候 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安全 更美好 更自由 与此同时 美国众议院周二下午全票 通过了第393号决议案 以纪念六次暴力镇压的受害者 并敦促中国政府 尊重国际公认的公民人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加奥华盛顿报道 从中国逃亡到哈萨克斯坦 寻求避难 并且率先披露 新疆再教育营内幕的 哈萨克族妇女 沙伊拉古利 星期一 获得了瑞典政府的政治庇护 据哈国阿塔卓尔特 志愿组织的表示 沙伊拉古利一家四口 6月3号凌晨登上班机 经由德国转往瑞典 开始新的生活 请听乔龙的报道 新疆再教育营教师 沙伊拉古利 被哈国政府遣返前夕 或瑞典政府提供政治庇护 据哈萨克斯坦人权组织 阿塔卓尔特志愿则组织成员 本周一中午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沙伊拉古利 当天凌晨1点钟 登上前往德国法兰克福的航班 再由法兰克福飞往瑞典 法新社6月3日引述 沙伊拉古利在哈萨克斯坦的律师表示 沙伊拉古利全家已离开哈萨克斯坦 并使用瑞典提供的临时护照 前往瑞典寻求政治庇护 中国国籍的沙伊拉古利 去年曾被控非法入境 但在哈萨克斯坦法庭上 讲述了自己受雇中国政府 在新疆集中营工作内幕 而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沙伊拉古利披露 他工作的集中营至少关押了2500名哈萨克族人 沙伊拉古利曾是新疆伊犁州 昭苏县阿克苏乡的一名公务员 在当地担任幼儿园园长 他被强行带到政治在教育营后 为了与丈夫及孩子团聚 去年5月中旬越过边境逃亡哈国 在阿塔诸尔特志愿者组织的协助下 沙伊拉古利在去年的7月 获得哈国外交部发出临时居住证 但他申请该国政治难民身份 被法官拒绝 另外曾协助沙伊拉古利的 阿塔诸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 塞尔克坚被当局软禁至今 已近三个月 塞尔克坚的妻子 莱拉阿蒂尔江在阿拉木图 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她丈夫的出境 并希望丈夫早日获得自由 她说 该人权组织成员 海拉提对本台说 下周一塞尔克坚软禁期 届满 该组织另一成员说 3月10日塞尔克坚被哈国政府安全局人员抓走时 被告知不应该帮助 沙伊拉古利 更换律师 还指塞尔克坚将该事件国际化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获得德国政府难民庇护的两名所谓港独组织成员 星期二公开露面并透露北京曾试图阻止德国政府批准他们的难民庇护 香港保安局则表示会继续追捕两人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难民身份公开后 黄台阳和李东生在德国柏林一个研讨会上 首次接受香港媒体采访 黄台阳披露 两人获德国批准难民庇护没有任何附带条件 只要求他们学习德文 反而从德国难民署的电邮得知 中国政府曾尝试出售 难民庇护申请获得批准后 律师在我的档案里发现一系列 由德国难民署发出的电邮 提及中国在2018年5月至6月左右 曾联系德方并尝试介入事件 阻止德国批准我们的难民申请 两人星期二在柏林国会大楼 出席绿党举行的六四三十周年研讨会 黄台阳发言时提到 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一旦通过 将赋予特殊政府权利 拘捕和引渡香港人和外国游客 到中国道路受盛 冲击一国两制 这条法例实际上是绑架合法化 逃犯条例正在打破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防火墙 这意味着一国两制的死亡 对香港说也是这样 2016年望角暴动案 黄台阳和李东升被控暴动 善货暴动及协警等罪名 2017年获准保释到德国出席活动 其后两人没有返回香港 英美传媒上月中报道 两人飞抵德国后申请庇护 去年5月获准难民庇护 为期三年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则表示 警方会继续追捕黄、李两人 这个案件警方会继续去追捕 这个弃保潜逃 这起案件警方会继续追捕 弃保潜逃的两名犯人 而大家都知道香港司法独立 会以刑事检控处理同类个案 法庭会根据事实和情况处理案件 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 星期三召开最后一次特别会议 讨论逃犯条例修订 民主派议员继续质疑 中国大陆司法的可信性 李家超却援引国际评分制 中国大陆的司法独立处于前列位置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 司法独立排名全球140个国家中 中国排名第45反映中国大陆 是得分最高的三分之一国家 比香港人时常旅游的南非 西班牙 泰国等国家都要高 向来被视为立场亲北京的香港律师会 星期三就逃犯条例修订 发表长达11页的立场书 认为香港行政长官不是普选产生 而是政治任命 政府建议修例 由特首就移交逃犯发出证明书 并没有足够保障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 在政府总部 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 等70多个驻港领事代表 及外国商会会面 解说逃犯条例修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 韩国三星集团 已经于近期启动了在中国 最后一家手机工厂的裁员程序 详情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6月4日 韩国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启动在华裁员程序 据称这是三星手机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工厂 大陆财新记者获得一份 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的裁员补偿方案 该方案显示 裁员以资源为前提 并非强制裁员 员工资源报名的截止时间为6月14日 目前无法估量惠州三星此次裁员规模 本台记者致电惠州三星办公室 但始终无人接听 山东大学金融学者 司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受到美中贸易战影响 三星正逐步缩小在华投资规模 这个企业的生产规模逐步的在缩小 退出中国市场 员工们肯定要被遣散 然后把厂子建在东南亚地区 比如说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还有菲律宾 在当前美国逐步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 以及在中国大陆地区组装的所有的 含有美国产的芯片的产品 入境美国的时候都要被加征25%的关税 那么三星为了避免掉这个关税的成本 肯定要转移其生产车间 去年12月31日 三星通信天津工厂裁员关闭 并对员工做出相应的赔偿 宇伦认为 低迷的市场份额和近些年 越来越高的用工成本 使三星逐步撤出中国 去年初以来 不仅外资企业陆续撤出中国 就连本土的民营企业依然举步维艰 甚至有中小型民企经营者对本台披露 他们正在考虑将企业搬迁至越南 浙江一位服装企业的陈先生 对记者称 面对美国调高中国货品关税 他考虑将工厂搬到越南或者关闭 事实上 中国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 近年一直在恶化中 盈利能力逐年萎缩 从2018年开始更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资料显示 2011年至2017年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平均利润规模 始终维持在1000万元人民币左右 2017年可创造23753亿的利润 对应22万2473家规模以上民营企业 年平均利润为1068万到2018年降至17137亿 对应22万0628家规模以上民企 平均利润急剧下降到777万 降幅高达27% 今年一直4月份 民企总利润下降至5903亿元 平均利润为213万元 广东深圳一企业投资分析员 程程就民营企业的现状 对本台表示 民营企业盈利急速下滑 反映中国的经济政策 未能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 随着全球贸易环境的波动 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摩擦加大 可以看到中国整个制造业的环境 实际上是在今年开始的恶化 比去年更严峻 我们在深圳 在珠山脚 乃至我们近区泡河区德多的长山脚看 很多民企的情况是非常艰难的 尤其出口性的企业 这两年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去年倒闭了一大批民营企 它使得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不完整 再加上大量的外企 中国专家认为 民营企业逐渐丧失了盈利能力 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 香港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星期三发布有关 全球媒体自由状况的调查报告 中国被列为最不自由的国家 得分为零 想请请您文台记者希望的报道 倡导自由民主的美国非政府组织 自由之家 6月5日发表 提为2019年自由与媒体 螺旋式下降的报告指出 新闻自由状况 近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恶化 而且不仅是在类似中国 俄罗斯和缅甸等 诸多不民主国家里 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 沙拉·库克撰写的 有关中国的报告 提为 中国媒体影响力的全球化 对世界民主的影响 报告指出 近年来 中国政府和中共 及其各种代理 正迅速扩展 他们在海外的新闻制作 和发行的通道 从而加强了中共 强势干预他国的能力 并削弱了针对国的民主治理 法治和新闻自由 中国当局在全世界影响 媒体报道内容的主要手段是 推广中共的观点 压制批评意见 和控制新闻发行系统 中共还通过破坏公平竞争 削弱法治 干涉海外华人社区 建立对他国进行政治干预的通道 前中国独立媒体人 纪许光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个问题并不是我听说的 也不是什么网上面 以讹传讹的 而是我亲自经历过的 15年我曾经短暂的 办过一份中文报纸叫移民报 那这个报纸呢 其实没有任何政治的东西 全是移民的资讯 有人专门以商人的身份来找我 他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你钱 然后提出要求呢 他要出任我报社的社长 那么像我这种出身南方报系的人呢 我还有一个新闻理想在那里 所以我不会跟他同流合污嘛 但是你要知道 像我这样的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的人 尤其是那些个在美国社区里面的 一些华文媒体 他们甚至主动的愿意接受这种收买 自由之家的报告 所列举的其他中共用于影响海外媒体的做法 还包括利用在海外的代理机构 友好媒体和记者 以及在中国拥有商业利益的政客 通过在海外的代理人和盟友 来压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 此外 中共还成功地通过拉拢香港和台湾媒体 拥有人来压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国际新闻自由组织 无国界记者亚太事务负责人 牛丹阳指出 中国在海外扩大影响力的努力 这些年来相当成功 中国已树立了对信息全面控制和打压 网络新闻平台的反新闻自由模式 并在向外推广这种模式 中国对周边东南亚国家媒体的影响力 这些年来越发深入 它还在柬埔寨电视台资助内政部开设的频道 但最近曝光的有关路透社合作伙伴 路福特公司删除有关64和中国89民运信息 这点表明 中国在欧洲也影响到了一些媒体 自由之家同一天发布的另一则 有关世界各国2019年自由度的 题为自由再退缺的报告指出 近几年来 随着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进一步巩固对政权的掌控 中共对媒体 网络言论 宗教 高等院校 公司企业和公民社会的控制越来越紧密 压制越来越严厉 为此 中国的总体自由评分仅为11 满分是100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华盛顿报道 中国教育部日前发布赴美留学预警后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外交部又分别发布赴美安全提醒 有评论认为 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 中国政府发布各种赴美警告 实际上是要借中美贸易战的外部矛盾制造对内斗争的新理由 请听记者林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6月4日发布赴美注意安全的安全提醒 说美国执法机构近期多次采取出入境盘查 上门约谈等多种方式 骚扰赴美中国公民 提醒赴美中国公民和赞美中资机构提高安全意识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当天也发布了赴美旅游安全提醒 说美国近期枪击、抢劫、盗窃案件频发 提醒中国游客充分评估赴美旅游风险 确保平安 此前的6月3日 中国教育部发布赴美留学预警 针对中方赴美留学人员的签证受限 拒签率上升的问题 提醒广大学生学者赴美留学前加强风险评估 美国纽约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业认为 中国近期对美展现强硬姿态 是为了在下一步的谈判中 迫使美方降低对中方的要求 我认为中方所有采取的这些措施 都是希望以公为首 为对方增加压力 以争取在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 他就希望对美的一些强硬的一些姿态 来使得美国改变它的这个要求 或者降低它那个要求的门槛 我觉得中方这些举措呢 不会起到太大的效果 美方可能会一如既往的坚持 它在谈判桌上所要求的那些条件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郁建南 在国新办6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总人数 近1亿5000万人次 去年美国接待的外国入境游客中 中国游客人数约300万人次 消费约300亿美元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此次发布赴美旅游安全提醒 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现在美国的原香港商报助理总编龙振阳认为 面对美国增加关税 围堵华为等一系列重拳 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 又不愿满足美国的结构性改革等要求 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 中国政府发布各种赴美警告 实际上是借中美贸易战的外部矛盾 制造对内斗争的新理由 就是说这个 他把这个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然后呢制造一个就是说很恶劣的一个国际环境 然后呢在国内再发动 就是说针对改革开放30年 这些思路啊成长的干部啊 一些做法进行一种打压和那种清洗 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方向 龙振阳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 时常提及毛泽东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宽松氛围加强打压 中国近期发布赴美留学警告等 表面上是应怼美国 实际上是为下一步在国内重拾政治斗争 重返毛时代闭关锁国做准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华盛顿报道 为了应付美中贸易纠纷 中国政府要求加强稀土出口管控和严禁提炼技术泄漏 而美国商务部也提出了相关的新措施 双方的准备动作预示着美中稀土战已经剑拔弩张 今天记者石山的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6月5号举行稀土行业企业座谈会 并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人民日报报道说 参会企业建议强化稀土产品出口管制 加大行业整顿力度 严禁优势核心技术外流 美国政府也在采取行动 彭博社报道说 美国商务部在一份报告中 建议加紧调查国内稀土矿产资源储量 以及增加相关勘探许可证的发放 该报告表示 美国绝不允许任何外国通过自然资源 影响和控制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的情况出现 美国通信工程博士 公输家表示 实际上美国在2017年就已经开始做相关的准备 川普总统在2017年的时候 就已经指示商务部 就是说对于涉及到国家安全的 或者是国家经济非常重要的资源 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些资源的安全 所以在2017年的 美国就开始已经在为稀土 就是寻找一些备用的一些方案 中共其实已经等于落后了美国一年半的时间了 数据显示 美国目前拥有约140万吨的稀土金属矿储藏 可供美国开采93年 彭博社报道说 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拥有提炼稀土的公司 而美国唯一一家开采稀土矿的企业 NP材料公司 目前将开采出来的矿石运往中国提炼 公输家表示 稀土金属的提炼技术使用大量酸性溶液 对环境容易造成严重污染 主要是环境问题 就是有的稀土在处理过程中 可能还会有放射性的污染 他把这个矿开采出来之后的话 送到中国 就是并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处理 也不是说他没有这样的资源 只是他不想在这个地方处理 就是因为环境的问题 不过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 本身也是稀土金属专家的 尤金霍尔斯分析说 污染可能只是美国不提炼 稀土金属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环境和工人安全 只是中国垄断了稀土金属生产 和出口的部分原因 我甚至怀疑 这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一是中国稀土的半生矿 往往是铁或其他有色金属 所以稀土开采和提炼成本 相对来说会比别的国家低很多 第二是稀土金属提炼 所需的化学工程很独特 不同的矿有不同的方法 既然可以从中国低价购买 别的国家通常就不愿意 在这方面大量投资了 霍尔斯教授认为 如果中国采取稀土禁运 对美国高科技行业将有短期的冲击 但稀土矿的储量大国 如美国 澳大利亚和蒙古国 都将会加紧矿山和提炼项目的开发 数年内会填补中国禁运 造成的市场空缺 工书家博士表示 无论在稀土矿开发 或者稀土金属提炼方面 美国都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 如果中国禁运导致价格上涨 会有大批资金投入相关产业 因此由于稀土金属缺乏 而导致高科技发展停顿的情况 不太可能发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台湾的机体电路简称台积电 5号召开股东大会 现场有小股东提问说 台积电供货给华为 是否招致美国官员到台积电 进行脱商和调查呢 台积电的董作刘德因 在会中公开澄清 绝无此事 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在创办人张忠谋交棒之后 金元代工龙头 台湾机体电路公司 5号在新竹科学园区总部 召开股东会 首次由去年接棒的 董事长刘德因 总裁魏哲嘉共同主持 一名小股东当场提问说 美国宪政抵制华为手机芯片 市场谣传台积电 持续供货给华为 遭到美国商务部的调查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 当场否认了这项传闻 股东会后的记者会上 被问到法人全盛传 美国在台协会AIT 找过台积电 没有获得回应 AIT因此反映给美国商务部 商务部要求刘德因 在端午节前后 曝美国说明 刘德因否认这项传闻 没有这回事 AIT没有这回事 端午节到美国 就是刚刚讲到 那有一个会议 台湾有个代表团 南华大学国际事务 与企业学系副教授孙国祥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美国如果调查台积电 应该不是政府去调查 可能是委托机构或是商会 台积电之所以还可以这样子 其实他并不是很害怕台湾政府 而是害怕美国政府 就是说局列而言 美国政府假设列出来一个 什么黄色清单 也不是红色清单 就是说列一个 类似警告清单的话 那台积电基本上 他就会收手了 孙国祥说 谁管得了台商 到底是台湾政府管得了 中国政府管得了 或是美国政府管得了 这些台商是从台湾出去投资 但是他仍在 就是藏在中国大陆 但是他最后的消费 就是这个市场可能是美国 那所以就是 美国可能还是最有力量的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于婉如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蒲瑞哲 5号在台北一场演讲中表示 美中贸易战将迫使台湾厂商选边站 普瑞哲形容 特朗普对待台湾的政策 像是精神分裂 在安全战略上 将台湾视为印太伙伴 但是对台湾的经贸政策 却是负面的 于婉如举例 美国在对台经贸政策上 不如中国 中国就很会用这件事情嘛 它的统战的方法就是说 让你马上台湾感受到 经济的小恩小惠 你要旅客 我跟你旅客 你要农业 我就收购你农产品 可是美国并没有给台湾 纳入到美国的亚太贸易体系 发了不畏则的意思是说 美国它也应该要给台湾的企业 更多明确的讯息 好 就说你可以靠我美国 那如果你为了我美国的 这个中美贸易战而牺牲 譬如说你掉了中国的单 你未来可以在我美国 这些企业里面得到平衡 于婉如认为 当美国将带头围堵 华为列为资安考量 台湾高科技业 如果模棱两可 两边都想讨好 将使美国无法把台湾 当作高科技业的强力伙伴 中华经济研究院 大陆研究所所长刘孟俊指出 台资企业陷入了美国队 或是中国队 选边站的两难 它只是一个代工 就是你蓝图给我 我按照你的内容去做施工 我并不是站在哪一个 竞争的一个范围 一个领域 这是它做生意的原则 那如果说今天 是因为某种外界的一个问题 而且这问题 这些像还没有太明朗的时候 它直接跳入 美国阵营 或者是中国阵营 可能是对它的营业原则 是有冲突的 刘孟俊说 或许过一阵子 中美达成和解协议 所以目前情势并不明朗 而且华为规模很大 占台积电 营业额比重不少 如果台积电 现在就马上做出选边站的决策 可能也不是很聪明的做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 新竹报道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际 多个国家的媒体 回顾了当年的报道 试图再一次展现那一晚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以下是文台记者 加奥的综合报道 有不同的统计数据显示 有数百名到数千名 中国普通民众 因六四事件 在北京市区丧生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 乌尔泽周二 在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的网站上发文说 一名隶属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生 在六四事件发生当天 告诉美国驻华大使馆 有大概2600人因此遇难 另外 美联社周三重新发布的 这篇30年前的报道 细数了外国记者 在报道六四镇压期间的遭遇 报道说 戒严部队当晚清场期间 用子弹击中了一名日本记者的脚 和一名法国记者的后背 这两名记者当时都在人群当中 此外 一名英国路透社记者被蒙住眼睛 并被扣留了六个小时 至少有六名摄影记者的设备 被戒严部队没收或损毁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一名记者和他的摄影师 在直播过程中 被好几位士兵干扰 之后被施以拳脚 这两位新闻工作者 后来被拘留了大约20个小时 英国独立报的一名记者表示 他被一帮武警恶棍围殴 其中一人拿枪对准他的脑袋 命令他举起手来 之后他们就用棍棒和飞腿攻击他 直到他虚脱为止 此后 他又被扣押了两个小时 才得以离开 六四事件前夕 有几百名外国记者 在北京报道前苏联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访华 中国政府在5月20号 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 外媒被禁止于当地群众 谈论他们对戒严令的看法 但这些记者基本没有理会这条采访限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佳奥华盛顿综合报道 1989年学院期间 江林是中国解放军报的记者 当时他在军队内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文件 并且在6月3号晚上 江林在天门广场附近 目睹了军队对民众的镇压 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对江林的专访 好 江林是您好 您好 您最近暴露出一个信息 就是在六四事件发生之前 有一个七将军上述的事件 您能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吗 就是当时呢 就是在北京市戒严的这种情况之下 叶飞曾经找张爱萍 就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给 跟中央军委有一个 就是一起有个建议 就是不要让军队进城 然后呢张爱萍认为可以 然后就当时就让他的儿子 起草了一个这个信 这个信呢非常简单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不要进城 更不要向人民开枪 上书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上书没有结果 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些详细的情况 六四以后 我和他的儿子呢 曾经有一个想法 他的儿子叫什么 张胜 我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给他写一个传记 我们就详细地访问了张爱萍上将 我们看到了那封信的那个草稿 军队戒严期间 在广场以及广场周围 发生了一些所谓的暴徒 烧军车和坦克的事件 甚至有烧死军人的这样一种报道 那从您了解的事实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暴徒 它实际上是一种 北京市民对待暴力的 一种反抗和自卫 后来我们记者也有跟随那个 戒严部队一起采访 所谓的暴徒 所谓的烧军人 我觉得是那个六四以后 就是宣传的完全颠倒黑白的宣传 当时呢就成立了一个 戒严部队新闻处 它把所有就是北京的那个 各大媒体的那个记者的权力 全部都剥夺了 而且据说是这样 明明他们的镜头拍到了 就是他们怎么开枪 然后老百姓的反击 但是在做剪辑的时候 全部翻过来 就先把那个老百姓 怎么打军人放在前面 然后军队又怎么开枪放在后面 那么有一个关键的细节 就是6月3号晚上 您和张胜一家人 是往广长的方向去看情况 而且当时您没有穿军装 而且是一直往里面走 当时那么危险的情况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6月3号是星期六 休息嘛 我想起来张胜他们家 在那个军训部的宿舍 然后我就到他们家去了 他的一个参谋 就打电话给他 说开枪了 几点钟 十点钟左右吧 我当时一听 我就说那我要去 因为我是记者 那张胜就说 他跟我去 我们四个人就 骑了四辆自行车 向天安门那个方向走 那当时你在现场 你遭遇了什么 先是到了西单路口 西单路口完全被市民包围住了 就是好几道的人墙 在阻止警察 向天安门的那个开进 我们就绕到那个 就继续往前走 走到了复兴门桥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枪声就起来了 到那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桥上已经是火光冲天 就是阻挡军队的那个公共汽车 全部烧起来了 那整个的桥上呢 是全部是部队的金车 那我们没办法就站起来 因为他们开枪吧 我们没办法站着走 我们就匍匐前进 当时你们匍匐前进的时候 你们没有担心会被击中吗 他们在军车上面 就是那个位置就更高一点 这边呢 他们一射击 老百姓就喊 打倒法西斯 然后这个枪声哗 就是很密集的 就向这个声音方向 然后射击 我们就看到很多的那个市民受伤 从那个复兴门出来以后 我们就再向天安门走 你们在天安门 走到天安门 最接近的是什么地方 东华门和西华门 武门的这个 从这个阶段 我们把车放到那 向天安门走 那时候天安门的门洞上 就全部是火光冲天 枪声大作 那个枪的密集 就像那个放兵炮一样 就不觉于耳 这个时候呢 我就往里走 然后看到很多那个外国记者 就从那个天安门跑出来 你们是不是当时唯一 向里面走的人 对 我们是唯一的 我们向里走的时候 到武门的时候 就碰到了那个一队武警 实际上是从我们后面过来的 他们就围上来以后 就是就说了 你们不能走了 上来就打 就拿那个电警棍打 反正我觉得就是 他们要把我们打死 在这种生命攸关的时候 你没有亮出自己的军人身份吗 对 不但我没有亮出军人身份 谁都没有讲自己的身份 因为我们四个人的身份 都很显和呀 那为什么还是没有亮出军人的身份 对 我觉得我这一刻 我就不是军人 我绝对不能跟他们 打死我 我都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 这是我参加的这个军队 他们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的那感觉 就跟看着我母亲 被强奸的那种感觉是 我根本不能接受 我曾经听不少人说过 当时在广场上的军队 很多的士兵并不想开枪 他们当中很多人 是把枪往天上打 您所看到的事实是什么 我所看到的事实不是 就是向人群开枪 而且非常密集 而且那个后来 袁牧说说广场没有死一个学生 我觉得这也是胡说八道 我当时被打伤以后 被一群外国记者送到了那个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伤员 基本上全部都是天安门送去的 我去的时候 那个医院遍地都是血 那么六四这样发生之后 军队内部是什么样的反应 据我所知道就是军队的高级机关 很多人都不赞成 镇压之后有不少军人 是因为这个镇压而升迁了 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人 很多人愿意升迁 包括我们报社的人 历次政治运动都有投机者 您的父亲是总政治部的一位将军 他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 我在电话里跟他讲了真相 那么他很快地就决定 他要马上退休 因为他没办法去苟同这些观点 在过去这二十多年时间当中 您保持了沉默 这个沉默的方式是什么 不向任何人谈及 因为非常危险 那么您家人的态度是什么 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都还对这个政府 抱有一线希望 就希望这个国家和共产党 能够去纠正这个错误 这次您出来之前 您是否已经决定要向外界完全披露这些事情 那您的家人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我是下了这个决心 因为我觉得我们等了三十年 没有等到结果 他们甚至连一声道歉都没有 而且就变本加厉 所以他们不说 那就我们说 那么我的家里面 现在我父亲后来去世了 那么还剩我的母亲 我临走之前 我没敢告诉他这个 但是我母亲很敏感 这次走之前 他无论如何就要 跟我合一张影 而且走的时候 就他反复地拥抱我 这个也是我们很难过 就大家最后都 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流泪和难过 然后就转过身去就走了 就这样 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新加坡的一次会议当中 有个说法说 六四的镇压是对的 那你怎么看待他这种说法 非常荒谬 首先就是六四和中国的经济改革 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那个一个信号 就是这个六四还会重演 好 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 在接下来的六四特别节目里 本台记者林平继续 邀请专门研究八九民运史的 学者吴仁华 还原六四前后发生的重大事件 吴仁华先生 1989年的6月6号这一天 北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1989年6月6号当天清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 北京市政府和机员部队指挥部 那个第八号呢 紧急通告 那紧急通告的主要内容 对搞打砸墙烧杀的现行犯罪分子 既然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当场拘捕 对反抗者就地强行处置 然后当天上午 李鹏就参加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会议 所以这次会议的决定就是第一就北京那个各区就成立 戒严分子挥部要驻军联返 也就是让戒严部队进驻 第二是集中在天安门的军队逐步撤离 然后进驻那个北京城区各主要交通要道和据点 然后由中央出面动员北京市和国家机关 腾出房屋接待戒严部队 第三他说为了改善中央电视台宣传工作不得力的状况 准备派中央代表去指导工作 然后第四呢就是北京市区继续执行交通管制 第五呢要全力打通市区各交通站线 并保证那个水电器等公共设施的安全 所以从这个会议之后呢 然后戒严部队指挥部 就从天安门那个区域就调出了 大概一半的那个戒严部队的兵力 然后就是进驻一些交通要道 跟一些那个重要的单位 当天那个上古邓小平 李先验 彭真 杨善坤 博一波 王正 还有李鹏万里 乔史 姚依林 江志明 就在北京西山召开了 平息反革命炮乱后 那个首次中共养老和流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会议 所以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如何立即恢复北京和全国的安定的局势 然后就讨论召开中共十三纪四中全会就处理那个赵紫阳的问题 在当天下午 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牧 机缘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张公 在中南海举行了记者会 主要是关于那个天安门广场清场 所以袁牧在记者会上 他谈到死亡跟受伤的那个人数 他说 经过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 解放军官兵受伤五千多人 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为官的不明真相群众 总共伤两千多人 然后死亡情况 他说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将近三百人 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 包括最有应得的歹徒 也包括戊山的群众 北京的大学生死亡二十三人 袁牧这里提到的那个六四屠杀的三万人数 完全是随意一照的 不是真实的情况 比如说他里头提到北京的大学生死亡二十三人 就是错误的 因为中国教育部门后来公布的北京大学生死亡人数是三十六人 也比他多了十三人 所以他说军队加民众总共死亡将近三百人 这是大大缩水的一个数字 而是袁牧玩了一个花招 就把军队的死亡人数跟民众的死亡人数混在一起 实际上那个军警那个总共才死亡十五人 其中只有七个人是被那个屠杀激怒的民众打死的 6月6号这一天 戒严部队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动作呢 6月6号戒严部队 他首先是要打通西安门广场西边的西长街跟东边的东长街 就清除那个这两条大街上的那个路站 因为在这两条大街上还有不断的那个有民众在抗议 所以他们首先是要打通这两条大街的交通 然后解决那个几具的天安门广场区域的数万名戒严部队的那个疾痒的问题 那个6月6号当天 北京有一些民众 还是继续在英勇反击那个戒严部队 所以在当天凌晨那个三点半的时候 有一群民众在和平街北口 用八辆那个公共汽车堵住了附近的路口 戒严部队就是突然出现 然后开枪就驱赶那个民众 当天那个上午八点半的时候 在西长街西当路口西北角 还有一名年轻人因为抗议 所以比那戒严部队开枪打死 所以当时那个遗体就躺在路边 头部都是血 然后还瞪着那个双眼就死不瞑目 所以在当天就是说在北京各个地方 还是有不少的民众能抗议 也有民众比戒严部队打死 这当天发生的还有一间戒严部队 开枪射杀民众的事 这件事就是死伤的民众比较多 就是在6月6号晚上11点钟左右 有五男二女年轻人 结伴骑着自行车就经过南里斯路 十字路口的时候 被埋伏在路两边的戒严部队 开枪射杀 当时有些戒严部队帮忙还喊不许动 举起手来 所以当时这五男二女就立即就是停住了自行车 就站在原地不动 当时还是有戒严部队继续在四五米的距离之内 继续开枪 所以这个造成了其中的三个人当场死亡 然后另外呢 那个杨子胜 然后王真强受重伤 后来长队 在6月6号这一天北京之外的民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在那个四川成都市 抗议的民众的情绪也比较激烈 跟警方还发生了一定的冲突 所以后来四川省官方动用了武警部队 对抗议的民众跟学生进行镇压 东北长春市当天晚上 民众工人跟学生有十多万那个游行示威 谢谢吴仁华先生给我们介绍1989年6月6号当天发生的重大事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开始了对俄罗斯进行访问 在中俄两国的官方都将这次访问视为中俄关系时代的开启 中国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谢文飞 因为纪念六四被拘留十天 谢文飞日前在微信发布消息 表示自己会以节食一天的方式 纪念六四三十周年 6月4号下午警察就上门带走了谢文飞 听众朋友 亚太报道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江月 我是嘉远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另外你还可以从网上收听我们的亚太报道节目 本台的网址是 www.rfa.org 进入网页后会选择普通话 再选广播库 谢谢您的收听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